有将近700万人罹患了慢性病 大部分是老人家 每个月领一次药 这一趟对他们来讲仍然周车劳顿 要搭公车 要去排队等等 而现在台湾出现了第一家 药局的药师推出了送药服务 只要你符合了一些必要条件 每个月药可以定期送到家 一张张药单列印完毕 药室按照处方签抓药 社区药局不稀奇 不过现在只要上网登入 输入慢性病处方签的健保码 选择到达时间 药室就会把专属药方送到家 戴上安全帽跨上机车 全台北都在服务范围 你好 我是厨房宅配药局 我是王药师 我帮王大明先生送他的厨房药来 这个就是一天一次 然后这个痕迹的话就是一天痕一次 药师亲自送药到府 仔细核对药单 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免去周车劳顿 挂号还要等大概一两个小时 一方面时间上一回事 来来回回的话要坐公车 大公车 那么我们老人家大公车 有时候又不方便 因为上下车 像下雨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摔倒 不花一毛钱 药品也是健保给付 药师还能观察老人家健康状况 达到长期照顾功能 如果到医院领药的话 你每次都要负担一百块以上的挂号费 那周车劳顿之下 你还要花费到交通费用 我们再配到福的服务的话 你一年可以省下六千多块 这项全台首创的贴心服务 让慢性币的老人家 一年至少可以省下六千块钱 外线时的民众 只要连上网站 输入密码 距离最近的药局 也可以帮你把药送到家 中林新闻陈文芳 放旧台北财富的